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 南海和美国的国债 到底哪一个才是一颗低低作响的定时炸弹 近年一来 菲律宾的小马克思政府在美国的怂恿和胁迫之下 把仁爱家问题 华元岛问题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个做法正中美国的下怀 10月19号美国亚洲时报刊登那篇文章 说南海已经是一颗低低作响的定时炸弹 实际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个文章的作者摆出了不少的事实证据 包括仁爱家 李悦滩 以及美国新近邹用了菲律宾北部 靠近台湾海峡的基地等等 作者甚至还警告说 菲律宾马上就要面临能源危机 如果不能把中国海警从李悦滩附近赶走 进而开发这一片海域的油气资源 菲律宾就要爆发国家危机 实际上如果详细分析上面的这些事 人们可以发现 菲律宾政府一直是嗓毛大 动作小 雷声大 雨点小 在所谓的仁爱礁补给问题上 菲律宾还仅仅出动了一些小冬位的海警船 以及租来的一些民用运输船 试图向仁爱礁运送补给物资和加固材料 中国海警放过了补充人道主义物资的运输船 但没有允许菲律宾的海警 向岛上运送水泥 钢材等等建筑材料 在后续的一些拦截行动中 中国海警船还坚决挡住了菲律宾海警船的航线 让他们无法继续接近黄岩岛 在这些事件过程中 菲律宾并没有使用武力来反抗 在遭到中国海警水泡拦截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动用同样的装备来反击 看得出来菲律宾的意图就是把南海的分歧 保持在一个口控的强度 不消失也不升级 菲律宾已经是当今南海周边国家当中 和中国矛盾最表面化的一个了 军事实力最强的越南早就放弃了和中国武装对抗的选择 甚至连海警对峙和外交抗议的次数都越来越少 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南海国家都清楚 是有轻重缓急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有着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 这些合作关系到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民生 如果因为南海问题的激化 导致了与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中断 那就远远是得不偿失了 这一次一带一路峰会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元首 纷纷来到国家参会 印尼还和中国签署了深化经济合作的协议 充分体现出了这样的另一场选择 因此任何人把南海局面描述为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都是唯恐天下不乱 眼下最希望能够在南海发生一场武装冲突的就是美国 美国非常希望某一个国家能够像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那样 不惜把自己的人民作为炮灰来投入和中国的战争 这样一场战争的结果肯定是不利于南海周边国家 不利于东盟甚至是不利于整个东亚 唯一的得利者就是美国 如今看来包括菲律宾在内 所有南海的周边国家都没有上当 当今世界如果说存在着什么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那并不在南海 更不在仁矮礁或者是黄岩岛 而在美国联邦政府 目前美国联邦的债务已经超过了33万亿美元 人人都知道事情不能这样持续下去 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政客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炸弹什么时候会想会爆炸呢 它也有明确的指标的 那就是当美国的联邦财政收入都不够支付国债利息的时候 炸弹就会爆炸 把金融和军事帝国炸翻在地 到那个时候美国反华分子们恐怕就顾不上南海的问题了 好 这句话我们就说到这里